曹海卷款潜逃 我气愤我窝囊 可我没有绝望 我很清楚 江家不会因此一决不振 因为有我和你奶奶 给你们积攒下的那些宝贝 足够你们从头开始 可是 人算不如天算哪 娘 江家不会完的 江家还有我们呢 娘 江家还有我和哥哥 姐姐 我们会做伞 我们有手艺 我们还有这座宅院 还有伞房 江家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到底做了什么孽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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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我交秀秀做女工 交秀秀做点心 我去找女工 我去找女工 你还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跟修修分开了 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勇雪 把我画的伞给曼玉知道了吧 她在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照顾她 她现在走了 来把我画的伞在身边 就当是我给她折风荡的 好 我一定会挑一把 最好看的伞 给姐姐上去 严征呢 怎么 这人刚毁了又不见了 她去江家了 她可真是个热心肠 看完了沈家看江家 沈静白的事她知道了 她知道了 这个沈静白真是私有余光 我想跟您说件事 你说 我觉得严征 跟咱们真的不是一条心 她留在您身边就是为了沈家 你放心 她左右不了我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她的伤还没好 你赶紧派人把她找回来 是 还有 把大夫叫到家里来给她换药 别让她再往外跑 是 谢谢你 我是刚刚听说 江老夫人和大少爷还好吗 现在还好 只是不知道娘 能不能闯过这一关 梁颖那边 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 她最近安静的让我心里没底 沈伯父那儿我去了 她们都很好 听二太太说 静白曾经去竹林偷东西 被她给骂走了 难怪啊 静白真的就是为了偷东西来降价 静白的事沈家还不知道吧 按说该去通知二叔一声 可现在江家老老小小的 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那我去吧 那就有劳了 玉奶奶 这是刚刚收到的信 说是给您的 嗯 嫂子 你 怎么了 她 静天 腊月十八日夜 沈静天于郊外告别妻子 独自行之郊外竹林 被人一枪击毙 杀静天成 梁颖 真的是她 真的是她 嫂子 单凭这封密鸣信 不能证明梁颖就是杀害静天的凶手 也许 也许是有人栽赃陷害呢 我们只有找到写这封信的人 才能查明真相 不 这个人一定亲眼目睹了 静天被杀的全部过程 如果 如果他只是为了栽赃陷害 为什么会写得这么详尽 时间地点 为什么会说得这么清楚 一定是梁颖 一定是梁颖杀了静天 一定是她 你回来了 听说你又去帮忙江家的事了 该帮的都帮完了 我有事要问你 你怎么了 沈静天是不是你杀的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沈静天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有人给冬雪嫂子写了一封信 详细描述了静天被杀的情况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杀静天的人 就是你 什么 这太可笑了 这不明摆着有人想陷害我 你堂堂的政府专员 谁想陷害你 谁敢陷害你 好 你宁可相信杨东雪那个女 也不肯相信我对吗 信送到江家的时候我也在啊 我亲眼看到了那封信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我对你的一番心意 全都白费了吧 我 上次我查到 你在静天生前跟他见过面 你说那不足以证明是你杀害了静天 好 这次白纸黑字 时间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不管那个写信的人是谁 他为什么能把今天被杀的过程 描写得这么清楚 他为什么把矛头指向你 是你一步一步把沈家逼到了绝境 沈家遭遇的所有灾难都跟你有关系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怎么能不怀疑你 今天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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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到如今 你还是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吗 你难道一定要让我对你彻底绝望 你才甘心吗 我是真的想帮你 好 好 你今天怎么了 总是发愣 沈家又出事了 没有 娘怎么样 刚睡下 这些天你操劳的 人都瘦了一圈了 东雪 我们是一家人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分担 我知道 那好 有事你叫我 我先回去了 今天 一直以来 折磨着我以及身边所有人的问题 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杀害你的凶手是梁盈 你认识他吗 他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杀你 虽然我也曾怀疑沈家遭受的那些磨难 跟梁盈有关 但却没有人知道 他与沈家为敌 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吗 难道你跟他之间 真的有过什么解不开的恩怨吗 你 我这个想想去 你 看看言证就是这个 那就是说 那么我我去 你看好 这个 你去 都去 我知道 到底谁要陷害我 还有 查出 杀害沈静天的凶手 是 属下马上就办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不 我儿子走的时候 他好好的 他说他很快就回来 这绝对不可能 你们肯定 这是静白的东西 静白从来不离身的 怎么会在你手上 窃贼在江家偷盗 引起大火 江家家破人 窃贼也在大火上的丧尚 这就是在窃贼身上发现的 这就是在窃贼身上的 你就 你 好 刘嬷 颜真啊 刘嬷 就您一个人在家吗 是啊 老爷和二少爷出去了 二太太给人送衣服去了 一会儿就都回来了 你来的正好 留下吃饭吧 刘嬷 我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什么事啊 是关于今天的 今天真的是沈不复的亲生儿子吗 我知道我这么问很唐突 但是您得跟我说实话 沈夫人当年生下的是不是个女孩 刘嬷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您要跟我说实话 今天是不是沈不复用自己的亲生女儿 换回来的孩子 您一定要告诉我 因为您最了解 刘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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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Squid 刘嬷 刘嬷 也不噢 刘嬷 何 televizion 前面 她 她 她就是梁盈 沈静天 根本就不是沈锡莲的亲生姑娘 我才是沈家的大小姐 沈锡莲的亲生女儿 不可能 今天是我夫人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 梁盈怎么会编出这样的故事 简直太荒唐了 是梁盈亲口说的 若不是沈锡莲当初那么狠心绝情 我绝对不会认一个人贩子当地 被她打骂了那么多年 也不会被卖为家奴 后来又当上了徒书 我这生不如死的日子 我遭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和痛苦 我受到那些罪 她沈锡莲根本就想不到 王大夫 沈家大宅 朱灵 包括我还没有拿到的支散秘方 这一切本来就该属于我 我只不过是想要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 我就是想要让沈锡莲为当初把我换掉而付出代价 我就是让让她失去她所拥有的义气 你不能把长城无依无靠生不如死的日子是什么滋味 这是从何说起啊 简直是一派胡言 那怎么可以无凭无减说出这样的话呢 是她要为迫害我找个理由吗 沈不复您别生气 我不相信她的话 也许沈不复当初这么做是不得已呢 你总该问问清楚吧 我不管她这么做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她都要为她的无情无义付出代价 那 那你和靖天是怎么回事 我到一个地方执行公务 她是当地派给我的随从 我无意中知道了她的家事 确定她就是当年跟我交换的那个男人 后来我离开那里 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 那你把你俩的身世告诉靖天了吗 我没有 沈靖天只不过是被沈希莲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 我根本就没有害她的理由 我恨的人只有沈希莲 你不想让你误会 我就是那个 杀害你朋友沈靖天的凶手 我才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 但是 你确定 你确定沈不复就是当初换掉你的亲生父亲吗 我确定 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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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沈希莲会做出这种事吗 沈不复 沈不复 现在梁莲认准您就是当年抛弃他的亲生父亲 所以对您恨之入骨 沈家之前遭遇的种种灾难 都是因为这个症结而起的 岩正啊 今天是我的亲生骨肉 是我沈希莲的长子 我沈希莲行得正 做得端 就算和梁莲当面对峙 我也会这么说 他竟然 利用全室凭着一件莫须有的事 把沈家破坏到这个地步 这真是太过分了 岩正 你和梁莲是九相识 我求你 我求你牵个头 我要跟他当面把话讲清楚 你是我在这个世上 最心的 最在乎的人 这些话我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所以我请你 暂时为我报应 过不了多久 我会亲自把这个情 告诉沈希莲 老爷 您说 这个梁莲她为什么要这么说 不知道啊 可是我来沈家这么久了 一直伺候老爷和夫人 我从来没听说过换孩子的事情啊 想当初夫人临盆 我外出谈生意 因为遇上大风浪被困途中 没能及时赶回 回到家的时候 夫人已经淡下静天 夫人生产我尚且不在身边 我又如何偷龙转风 嗯 我看 一定又是那个梁莲想出的诡计 她迫害沈家还嫌不够 现在又想来损毁老爷的名声 我刚听严正提及此事的时候也很震怒 可我回头细想想 她一个女孩子家 怎么会拿这么大的事情胡说呢 我沈希莲 一生不与人结怨 又如何会平白无故地得罪一个专员呢 若是因为换孩子的事 她误以为 我就是抛弃她的亲生父亲 而对我心怀怨恨 那这一切 倒是说得通了 哎呀 老爷 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替她说话 我不是替她说话 我是想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啊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您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严正 以她和沈家的交情 您就不怕她向沈家告密吗 她不会说的 她答应过我 您就那么信任她 就跟我信任你 是一样的 你搞错了 沈伯父从来没有换过孩子 你说什么 我去跟沈伯父求证你的身世了 他说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沈静天就是她的亲生儿子 她没有换过孩子 真的 你找沈西连 把我的身世告诉她了 对不起 我本来只是想找刘妈求证她 没想到被沈伯父听到了 谁让你去求证的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你别生气 我答应替你保守秘密 可是我没有做到 我也是想尽快把事情弄清楚 好了结这段恩怨 现在看来我去求证是对的 沈伯父根本就不是你要找的 那个亲生父亲 而且她托我约你见个面 她想跟你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沈西连竟然不承认 还要跟我当面对质 沈伯父不会说谎的 你什么意思 难道是我故意栽赃她不成 我对你 对你推心置腹 把你当成最亲近的人 可你呢 你宁可相信沈西连 也不肯相信我 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只是说你认错人了 沈伯父不是你要找的那个 她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这就是事实 她沈西连 可以在你面前否认 她就可以在我面前作戏 然后把事情骗得一干二净 像她这种道麻黯然 无情无义 敢做不敢当的人 我是不会见她的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武断吗 你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 好好跟沈伯父谈一谈呢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 我说不见就不见 你简直不可理喻 我来找我大姐姐的 专员不在啊 你没骗我吧 我骗你干什么 专员早就下了命令 只要是你来这里通行无阻 我们都认得你 怎么可能不让你进呢 那他去哪儿了 专员在高桥镇公干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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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飞 你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是来找我大姐姐的 谁是你大姐姐 就是住在这里的大姐姐啊 梁莹 梁专员 她真的有可能是我的金姐姐 又胡说 我没胡说 是严征大哥说的 他问我爹 是不是我爹当年 把哥哥和姐姐调换了 梁莹姐姐是回来报仇的 我爹说不是 可刘妈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来问姐姐 她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姐姐 好 军妃 你说的是真的 没骗二叔 没有 快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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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梁莹是沈老爷的亲生女儿 是 梁莹是这么说的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是啊 以沈老爷的为人 他不会这么做的 一定是梁莹搞错了 可是梁莹也是言之糟糟 不像是在说谎 而且以他的身份 他一定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查清楚了 再开始报复的 现在看来 他这一系列疯狂的行为 完全是为了报复沈老爷 当年换掉他的院筹 如果是这样 那沈今天就不是 沈老爷的亲生儿子 一天 一天就不是沈家的血脉子孙了 不要再说了 让我冷静一下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来 来 老爷 二太太 柳妈 什么事啊 二少爷不见了 周围我都找遍了 连个人影都没有 是不是贪玩忘了时间了 不会吧 每次开饭的时候 二少爷是第一个 炒着要吃饭的 会不会是在林子里迷路了 来 你们在家等着我 我去找找看 老爷 还是我去吧 不不 等我 静妃 静妃 柳妈 别着急 静妃 这静妃三天两头地乱跑 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 别急 静妃 同学 廷恩 我要去找一趟妙女 把事情问清楚 我不能再让她伤害神浪里 嫂子 这样不好吧 现在梁妃正在气头上 你去找她 说不定会闹出更大的冲突来 我看到不如先去找刘妈 刘妈 对 那天在竹林 我看见刘妈表情很奇怪 好像有很多顾忌 她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但是又顾忌自己下人的身份 不肯把事情说出来 刘妈是沈家的老人 如果沈家真的有什么秘密 她应该是知道的 可是她对沈家一向忠心耿耿 就算她知道 也一定会守口如瓶的 那不一定 嫂子 刘妈对您一向敬重 如果是您出面的话 说不定能问出些什么来 请飞 姐姐 姐姐 姐姐给你带好吃的了 好吃的 我看看 哇 好吃的 好吃的 那个呢 好吃吗 好吃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点心 好吃你就多吃啊 嗯 刚才有个坏人要抓我 给我现在吃在姐姐家 这也太奇怪了吧 姐姐已经把那些坏人都赶揍了 这些吃的全都是给你的 你慢慢吃 嗯 太好了 尝尝这个 嗯 嗯 井飞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把这些带回家 爹说过 有好东西 要跟家里人一起分享 我要给爹吃 给二娘吃 嗯 嗯 对了 还有刘妈和小天天呢 哎呀 刘妈 老爷怎么还不回来呀 我去找找老爷 哎 哎 二太太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一个人在这儿 害怕 怕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 我这心里慌得很 那 那我们再等等吧 我怕待会儿老爷回来 看着咱们都不在 不也着急吗 哎呀 井飞这孩子去哪儿了呢 啊 二太太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 二少爷 我问梁卓妍的身世 我说我不清楚 二少爷就生气了 说是要去问别人 哎呀 哎呀 啊 他不会跑去问梁赢了吧 哎呀 哎呀 这傻孩子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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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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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 那什么人呢 包爷来了 包爷来了 老妈 你说什么呢 就是他们 给我抓起来 快跑 快 都给我抓起来 快 站住 这边这边 来 停转东西伤害他们 站住 抓活的 是 快追 快 站住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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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边跑 站住 过去跑 快 蹲下 快蹲下 来 荣嬷 你抱着一天躲在这儿 我去把他们引开 不行 二太太 还是我去吧 这孩子离不开你 我去 二太太 我去 哎呀 都到这会儿了 你不能听我的呀 一天是老爷的希望 是沈家的希望 我把他托付给你了 二太太 你要小心 走 在那儿了 站住 快 站住 快点 站住 站住 别跑 在那儿了 站住 再跑就开枪了 快 再不上就开枪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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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住 别跑 再跑开枪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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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站住 怎么叫他笛子 那个老太空和小的呢 不知道啊 快追 快 快追 快 快追 快 爹 刘妈 沈伯父 刘妈 怎么样 嫂子 他们应该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 饭都做好了 却没吃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突然离开的 那刘妈和易天应该在啊 言政 该不会是 应该不会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 他跟杜刚都在家里了 咱们去竹林里找找吧 爹 沈伯父 刘妈 刘妈 沈伯父 爹 敬妃 二娘 敬妃 牛妈 嫂子 您没事吧 没事 没事吧 没事 敬妃 沈伯父 敬妃 敬妃 爹 爹 我在这儿吗 爹 我在这儿 我 嫂子 小心 来 爹 沈伯父 二娘 沈伯父 刘妈 嫂子 刘妈 沈伯父 杨妃 杨妃 二娘 嫂子 在那儿呢 二娘 嫂子 别下去 太危险了 走那边 来 过来 小心 快点 快点 二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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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一醒啊 二娘 二娘 嫂子 湿血太多了 恐怕 二娘 二娘 你醒一醒啊 二娘 二娘 冬雪 二娘 我在哪儿 我是冬雪 冬雪 靖妃不见了 老爷去找他 没心人就乱他们 我让刘妈妈抱着一天躺起来 我引开了他们 良药 一定是良药 也不知道刘妈他们 逃脱了没药 那天是沈家的希望 不能有事了 二娘 快去找老爷 二娘 只要他们平安无事 挨上一条命我也吃了 二娘 你不会有事的 你不会有事的 别安慰你了 我知道我不行了 冬雪 一直以来 我都妒忌你的残满 妒忌老爷七种 妒忌刘妈和荣絮他人尊敬 我总觉得你抢了我的风头 抢了我沈家女主人的地儿 我特别想家子其实吧 没有啊 二娘 没有 没有啊 后来 家里出了那么多事 我才明白 你真的比我强 比我能干 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你千万别记好我 不会的 二娘 不会的 想当初老人 他能看上我 要我从一个丫鬟成了沈家的二太太 我就该知错 可我心比天高 身材富重不知福 我 偷偷我 把老天给我的那些福子 全都扯得过 我 我 对不起老爷的后悔 不配做沈家的二太太 好 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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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你要帮我好好照顾老爷 照顾沈家 不 不要让梁女再伤害老爷 我会的 二娘 你放心的 好 一五 第二ilar 什么事啊 参多 参多 冬雪 冬雪他会保护你 照顾你的 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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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娘 二娘 叶武 叶武 二娘 叶武 二娘 我身心来到底做了什么你 有什么你冲着我来好了 为什么要报应在我家人的身上 叶武 我对不起你 今天死了 你也死了 今非和一天下落不明 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这都是梁颖干的是不是 爹 爹 严征觉得 我冻得白 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